各位同心早安 早 我自我介紹我叫這個李柏翰 我來自台南州 你知道我們喔 有聽過一個故事嗎 這個故事是 全世界的基督 比較古文明的國家 流傳的故事的是 大洪水 在那些事情裡面 我不是要傳教 那些事情裡面 你就是有一個 故事就是大洪水 然後那個大洪水 全國的地球所有人都去那邊 我跟你們說 這個故事 有一天這個洛陽 根據那個 信心在下 他是一個藝人 藝人 相對他說 這個世界上都沒有藝人 就像純粒而已 所以我準備要把這個世界 都用水加開 這個磨涼很有特量 整個世界 像是佛教的 你不能聽我開買 你知道嗎 不過他 雖然有關他 他也是雙心雙倍的 所以 相對他說 你就要在三點 做準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了 做準了不是在那裡 你做了什麼 直接可以在那個 靠近海裡 你準了做的就是 直接可以在那裡 像要在三點 和相關的三點 做準了 當他在做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就去做 當他在做的時候 他才會 才會 個人 靠近海裡 在那裡 做過 這麼多 你頭髮的 是個問題 這個媽媽 就說 你們每天要開 這個世界 會跟我們説 要在那裡 都不相信 你一直要把它切 切開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後相對 都說 全世界的食物 乾淨的 沒有乾淨的一隻 我們都要一段 但是 在這個 露液風中 所以 當他把這個 做好要實施 這些人也是 在那裡 要把它切 切開 切開 你要看你做好 那裡面 在那裡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真照片 就大水 就大風 結果 人家在說 幾個月 天就開始暗 開始 浮浮浮浮浮 浮浮浮浮 都可以 才會說 不對勁喔 不是什麼浮浮 這麼大 在那裡 覺得 整個土地 都噴水出來 不是 天就浮浮 而已 地就噴水出來 所以就開始 把這個露液 跟這個 打這個 祖媽媽媽說 你不是 趕進去 但這個露液 就說 你已經想不到 你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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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已經一樣了 你現在要再開 這樣已經想不到 我要跟我們說 這個故事 就是 你看看 台灣民政黨 來修文 跟他想到 這個 這個動作家 我們是精英 存留下來的 知道台灣法理的精英 然後 我們的秘書長引導我們 在這個 黃洲裡面 在新的 台灣 我們恐嚇美國 結束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 由我們新的 為了我們台灣的 這個疼心 來疼這個台灣 來 執政我們這個台灣 我們這個 都會說 周圍的 報索 要收拾 台灣 那是一個國家 台灣 是一個國家 要需要 跟別人說 要那個房子簽署 簽署 簽署了什麼 叫別人 要跟你承認 欸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們一個國家 就需要 叫別人 簽署 叫別人說 就要把我們 稱讚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個故事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英國人 然後他帶我們 台灣的 財政 去做他們的政府 然後他就說 欸 台灣 都在這裡 大家都 像我們一個國家 還不是一個國家 他就 去把英國的政府說 我們連署 四千人 破四千人 你英國國家 英國政府 你就要出來 表明 表態 台灣是不是 的國家 這很奇怪 我們的定位 要別人去 別人 別人認討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結果這個 沒有辦法 這有一個 中間 他就破 破四千人 他都要出來 報 說台灣到底 是一個國家 他跟英國的外交部 唯一說 台灣不是個獨立國家 台灣不是個獨立國家 我們現在來看 為什麼台灣 不是個獨立國家 台灣還是個獨立國家 台灣還是中華美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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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它是個獨立國家 如果有一個獨立 我們以前 洗水的時候 我們就是 用中華美國國家 用中華美國的錢 在健保 為什麼 我們有這些福利 為什麼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國家組成的要素 是什麼 人民 土地 政府 和外交權 這個中華美國當時才有台灣的土地 他雖然在管理 不過你如果總統在那裡看 這個中華美國來台灣 他的現實是什麼 他是麥克阿勝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來台灣 來替我們替代佔領 不過他來的時候 他的作法不是替代佔領 他的作法就是屬於國際戰爭法上的併吞 這個併吞是很嚴重的違反國際法和戰爭法 所以我們等七十一年來 我們對國小 像在幼稚園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怕那個校園 在校園看著長東的通常 我們剛才三個 九十九個舉動 對學校有九十五個舉動 這是什麼人要開始的 這是日本人開始的 不過日本人是說 因為這個學校 他給他培養長大 所以我們是對他一個尊敬 這是給我這個世界上 給我新年知識的 吸取的地方 所以我要尊重尊敬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校園的時候 我就要舉公 要講這些是不一樣的 你也要想你 民主就心 世界為人 我們要舉公 我們在哪世界為人 在世界上 殺人魔王 我們在校園的地方 我們在校園都會被人 我們來看看 蔣介石 在台灣託館的信書 國使館 我再可以查得到 在上面 國使館開始解密 我們解密 蔣總統 蔣介石 他所有的一些 我們人不知道的記憶 其中有一個就是 台灣就是他的國管地 現在人家不知道而已 台灣 你怎麼說 蔣介石是託館信書 他不是說中華民國是他的託館 他是蔣介石 這是五文麥克勢 一般命令第一號 你就是代理戰的名字 在台灣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 people on 台灣 一種就是 people of 台灣 一種people on 台灣 people of 台灣 這個名詞 在哪裡看出來 都知道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就有了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 就明確表示 台灣有一個居民 跟本土台灣人 不然我們對這個 people on 台灣 和 people of 台灣 我們 在哪裡比較歡迎的事 都是什麼 都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很容易 把這個 紅跟這個 合佛 都在合佛 什麼就是 是紅台灣 就是我 我不是在這裡出現 都在這裡大 我後來 跟我們說 我們國際法 我在這裡大 所以我哪裡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居民 他也在當中 他是台灣人 但他如果 經過法律上的程序 他只是一個居民而已 他不能變成本土台灣人 他要有一個 法律上的 一個程序 所以 你要發生的 這點就是 美國國務院 在 古年 蔡英文 他 共產黨 民國的總統 他 國務院 發的好文 大家注意喔 這是國務院 發的好文 不是總統發的好文 國務院說 美國總統 不發好文 給蔡英文 不是什麼 台灣是 美國 美國主要軍事 佔領區 所以 美國總統 他如果不發好文 佔領區的領導者 那是說什麼 他不是授權的管理人員 他不是授權的管理人員 這要注意喔 所以他現在 蔡英文 第二是 是中華民國 在這裡留學的 局長 他不是整個 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所授權的管理人 這很重要 我們來看這個 國務院的 這個 這個好文 你有注意看 People on Taiwan 他就是 他不是本土台灣人的總統 你要注意喔 他不是本土台灣人的總統 你看這裡有什麼 什麼 People on Taiwan 是台灣居民的總統 他不是本土台灣人的總統 所以 你說 蔡英文是本土台灣人的總統 不是 是 好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 台灣人的總統 第四條 美 第四條的想法 在這個財產 裡面就明確的 會 注釋說 這個 台灣有 所有權利 譬如說 他在這個 第二條的民族 上面 他上面 所有的人民 就是什麼 日本跟日本 國民 他分得很清楚 然後在這裡有什麼人在看 管理區的當局 與居民 所以在這裡是怎樣 但是 看 管理區的當局 就是 中華民國 中華 中國 台灣當局 這個居民就是 現在的流亡難民 好 他分得很清楚 因為這段 他在這 這個 風雨的時代 中華民國的 聯邦難民 已經 走來台灣 所以 上面要給你住民 因為 地方有一些是 屬於 但是他在這 他在這 這個條文 這段 是 有點違反 國際法 國際法 就是說 你在這裡 治理的時代 你不能把你的 人民的一起 帶過來 好 這個很重要 你的 他在下室 紋舊的時間 可能 可能 覺得說 他只是 代管而已 馬上就要撤去 你知道 誒 那到底幾個台式 就七宅一檔啊 所以 整個後續的 都沒有消息了 因為 時間超越不好 這個 他越難解決 他越難解決 這時候開館 開館 那時候 我們秘書長 用法律 會 這個問題 這個 既然美國 都說 你一定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要不然 真的七十一年 沒人在這麼久 你如果 你看這個 就像這個 民調約 我們要來講 照國情法行 你 簽合約 之後 你就要馬上 撤軍 不是屬於 OK的地方 你就要 已經OK的地方 你就要撤軍 你不可以跟人家講 來 我來問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的計劃 是屬人族裔 還是屬地族裔 屬人族裔 就是 我說 我是大人 是什麼補給 連我 就是什麼補給 屬地族裔 就是 我這麼生 我這麼大人 還是 我在 我這個土地的 就是 照通工具 設出來 附屬的 一些 東西都是 屬於 屬於我這個 國家的 財產的 民善 所以我就是 屬於那個 地方的國籍 屬地的 屬地族裔 我問 我們大家 我們現在是屬人族裔 還是屬地族裔 屬地 你要看我 在這裡大的 就是 這裡的國籍 我來 但是我們聽 人類有 國家的觀念以來 人民和國籍之間的關係 有效率四種 因出生而有之 屬人族裔者 以父母親的國籍為國籍 我討論我 說過 屬地者 以出生地之國籍為國籍 那是 因移民而有之 人民因國家移民法 改變校中的對象 許得新的國籍 旧的國籍 都能保留或消滅 就變成說 欸 我今天不想到這裡 因為 我的感受上 還是 某一個方面 不要讓我留在這個地方 我去拿 把他們的國籍 然後 依照 我要拿的那個地方的國籍 程序 合法去拿到他的國籍 然後我就放棄我原本的國籍 消滅掉 然後取得新的國籍 這個是 移民而有之 因主權轉移而有之 被割辣或買賣地區的人民 可以自由選擇新的效忠對象 取得新國籍 旧國籍消滅 如果選擇旧國籍 則變成當地的外國僑民 不再是公民 他這個就是 美國的 阿拉斯加 他文本 這個阿拉斯加是 索連的土地 在哪 美國說 欸 這個阿拉斯加的 頂外的領土兵團 美國的領土兵團 他們在索連 可以賣賣 所以賣 以後 他這個 文本住在這裡 他就變成說 俄橋 美地的俄橋 另外前所在的就是 庫夜島 庫夜島 他本身是日本的 聯絡以後 有所謂的 這個 簽署我們 交換條約 簽好巡討 交換 所以 他原本住在這個 庫夜島這裡的日本人 他也是變成說日橋 聯絡以後 用過這個 不是毛巡條約之後 這個 庫夜島的一半 變成日本的領土 變成日本的領土 變成日本領土的想 他怎麼改變了 就是 原本到底 日本人 蘇俄人 變成說 惡巧 他是會有這種變化 因建國有之 建立新的國家之後 人民有新的效應對象 而有國籍相反的 國家如果受到天災或戰後被消滅 國籍自然消滅 國籍不再不是標的的物 個人不能買賣總 讓正義 因此也不能剝國 物照被取消 唯獨國籍不能取消 這個很重要 我們現在去當美國 就是 當美國他改變我們的國籍 一切之間 我們 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是日本人 你來聽 你跟我說 什麼 那件事 我一人 睡一人 結果你變國人 變中國人 有那件事 你要出國 國家 我們也說 我們條例來講 我們條例的第五條 他就在說 什麼 皇帝 跟這些軍隊 住在台灣這裡的人 說 你兩天的時間 兩天的時間 你如果說 想要做我日本天皇的華民的威 我就 讓你兩天的時間 你變賣 想要做你華民的威 你就留在這裡 不然你兩天 你如果沒有想要做我的華民 我給你五條欠 你不要去所有的財產 你如果你有兩天的思考錢 你如果兩天的思考錢 你要OK 你沒有想要做 日本人 日本華民的事 你要怎麼賺錢 不然你如果要留在這裡 兩天後 我就給你示威我的華民 他每個人條例 你也就有一個 你國籍變更的事 這個整個地方國籍變更 他會讓你 有一個 一個環衝擊 他不會說 蔣介石一個命令 行政命令 這個人 大家就揮霍 什麼中華民國國籍 這很荒謬 所以我們現在去隔壁樓想 這條也是 倒數不面 我們來看這個 日本的國籍法 1950年5月4號 日本國籍法 由日本天皇 以日本憲法相關的規定通過 出生時 父母親為日本國籍者 父母國民者 則自動成為日本國民 出生前父母死亡 而父死亡時為日本國民者 則自動成為日本國民 在日本出生時 父母不祥或無國籍者 則自動成為日本國民 排憑人民已於1945年4月1號 成為日本國民 排憑全部為日本國領土 故其後代也自動成為日本國民 所以你要看 在台灣 日本時代的管理 我們是什麼 屬人主義 我們也是屬人主義的 除非說你父母不小 你在這邊出生的 才是屬 屬地主義 要不然它原則上 在我們的國籍法 基本也是屬人主義 我們來看這個 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要查一下 因為它的全國法規制 要不然可以去找到 在這裏有比較小 我把這 把這第二條放大 第二條 由夏瑞克 款情縫之一 屬中華民國國子 出生時 父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出生於父母死亡後 其父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父母均無可卡 或均無國籍者 規劃者 所以你看到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是屬人主義 也不是屬地主義 其實在我們亞洲的地區 幾乎都是屬人主義的 所以由前面敘述 日本和中華民國國籍 都是屬人主義 都是屬人主義 我們屬人主義的時代 這個東華民國 他來這裡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這是蔡英文給你講 我們先看看 中華民國就意思 在給我們這個社會 什麼樣的衝擊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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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結果現在立刻引發了爭議 公共黨立委就通批蔡英文 當不副葛葵 但居然不認同自己的國家 根本是精神錯亂 台灣的定位跟主權爭議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這樣詮釋 中華民國就意思 在給我們這個社會 什麼樣的衝擊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在台灣進行統治 實話一出 藍軍立委馬上火力全開 在攻擊蔡英文國家認定錯亂 你心裡到底是一心 整個腦筋混沌說錯話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再多一次 流走再多一次 再多一次 流走再多一次 再多一次 流走再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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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沒說 這本來就是流亡政府 不是 我們在這個教科書上 在教我們教的事 他就是 說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國家 有說 世人他以前是一個國家 有說 目前他在這個土地 什麼叫流亡政府 就是說 這個土地不是你的 你一個政府來這邊 來這邊 住還是在這裡 有一個地方的管理權 這個就是流亡政府 所以我們拿進入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好 我剛才說什麼 出生性跟 好 出生性沒有效 因為我們是屬人主義的 所以 他這個出生性 幫你模糊 說我就是台灣生 我台灣人 其實不是喔 看你父母是誰 你父母 如果是中華民國國籍的話 你的下 你的 你後一輩 都是 中華民國的國籍 好 所以 所以這件 我們來看什麼 其實喔 我們本土台灣人 和 和這些 就是流亡國籍 這些 其實說難民 也不是說在 提示他 這是一種法律上的名字 難民沒有什麼可恥 這是因為你 國家的不幸 所以 不得已去 把別的地方住 所以在 國際法上 這個難民 在國際法上 也有很多 在教育的法條 不過 我們台灣的難民 是全市最強 跟幸福的難民 我們本土台灣人 要請七十一年 所以說 要把貴族的十八泡 大家都買自己的條 那貴族也是 自己的法律貴族 不是我們台灣人 才貴族 我們台灣人 也是跟他們買自己的條 很奇怪 因為我們用騙七十一年 我們有自己的意味 是怎樣 所以 他一直這樣 民主 他一直在跟我們大家 分辨 大家 說過去的意思 我們回憶 睡去 然後 向你挑戰 時代 你會慢慢有 我爸爸不可以 慢慢想來 想得出來 所以 我們拿這條 身份證 無緣無故 變成中華民國的難民 你後 後代也是這樣 這是 很不可思議的事 我剛才說這個身份證 你如果想像你拿出來 你趕快這裡 有一個 有一個密碼 這個密碼 你如果拿到那個 想像那樣 健保牌 去那個 反正你要訓練的時候 他核對一下這個密碼 他就知道說 你是 不讀台灣還是中國人 中國人他就有很大的優惠 甚至那個健保費都可以 推免費 中華民國不是 國家 國人參觀聯合國 拿護照 悲劇 大家看這個 有一個人想要去 去 買馬克杯 這相信 講師那種夠的 他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要給聯合國 聯合國的拒絕 這個蘋果日報的記者 也是 很有求證 是我 對 你自己說 你是在跟我說 我 親自去 然後親自錄 我們 我們 先去 聯合國 最近我們都這樣正常 不怕使用 中華民國護照 去聯合國參觀 因為日報的記者 今天來到了 聯合國總部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實際測試看看 到底能不能進去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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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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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每次跑不然也不行 但是暫時知道也不行 有台灣網友到日聯網旅行 打算開關聯合國歐洲總部 採取紀念品店買了聯合國馬克杯 在路口處出示中華美國護照 會來人員看來看取說不能用 會他有原身份證 甚至說出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請拿出中國護照或是中國身份證 就可以進入 讓他覺得被嚴重歧視 將事實經過護照臉書後 已經有上萬人分享 聯合國歐洲總部 不是很多人到瑞士越多瓦 參觀的地點之一 但只有台灣人被駐於門外 華德輝小姐在臉書公文 9月15號小三月多 請往聯合國歐洲總部 溫海人員看了他的護照說 這個護照不能用 你有身份證嗎 台灣身份證 還說你如果不接受他的護照 身份證 三小姐很納悶 08年前就用同一本護照 還玩過 怎麼現在就不行呢 對方口氣更強硬了 說台灣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他拿出大陸護照 還是身份證 還能夠進入下關 他質疑一個台灣人 怎麼可能有大陸護照 感覺變受驅逐 不可惡 你較辣而受驅逐 有 這是我們新竹座的俊修 郭國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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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到我們今天有的工作就已經很大 那我們就準備要抵大人回臺灣 我們今天覺得很會想 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在這裡 雖然我們提到後面有講 對我們本土臺灣的其中人權的傷害 其中傷害我們的秘書長 戰士法的博士 他在2006年1-1就開始 臺灣的國際法的地位 他覺得 原來我們國際的地位這麼複雜 所以他 有很多人都在讀 而且據控告美國 美國的律師 也不複雜接你怎麼會怕 因為你的控告是複雜的 像你看台灣的那個 那個法醫 隨便什麼小事情都可以去告 這真的是 很隱瞞 這個社會資源最大的 這個社會資源最大的 他們外國的 會發現 你如果是複雜角 也會說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無賴的控告 還是無效的控告 那個律師 接任的律師的執照會被取消 所以他不能 不能隨便亂接案子 因為我們秘書長 你來控告 是控告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 與台灣人權保護的訴求 他在2006年11月14號 雖然228人在美國的法府 像美國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他如果美國好疼 他開始偵察的時候 美國很奇怪 他會有分道黨 給我在支持 他直接跟台灣言說什麼 在2007年1月22號 我們較偵察就取 三個位置就說 台灣你不要公共政治議題 將會保護 給台灣人愛國保護 我說在2007年1月12號 精神訊後 背靠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向法院提變政治問題 請取消告訴 為該法院判定駁回國務院所請求 本案繼續進行雙貓戀開始進行十二次的攻防 美國說 人是在跟你叫什麼 台灣國際定位和人權保護訴求 美國的憲法是什麼為立國的 美國是人權為立國 台灣是他的 根據救星的民意條例裡面二十三條 我們是他的占領中的人民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佔領的時候 我們是讓他代表區域 所以我們可以等同美國 視為他的國民 那是視為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 沒有提供他們的護照的國民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就是這樣 2008年3月18日 美國華武第一聯邦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有沒有 我聽說 people of Taiwan是什麼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他們有國籍 他們是中國國籍 他們不是無國籍 無國籍是本土台灣人才是無國籍 說明 本土台灣人定義 1945年8月15號的時間點 原本日本國籍 不知台灣人的後 極其後裔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的定義 2008年3月31號 原告提交上訴狀於華武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 結果 博委員在第一次說什麼 這是政治意義 叫法委給我們博委 叫法委就判定 最好 博委博委員所請求 本案進入實質的審判程序 2008年4月7號 美國上訴高等法院授理本案 案號01085078 雙方開始進行實施的公平後 審訊判定 2009年2月5號 法官下令召開替證辯論庭 原告林志森秘書長 距離中華民國護照 無法赴美國出庭 由台灣人民政府陳仲謀等人出席辯論庭 被告美國政府派哈佛大學法律系出身的代表律師弟弟 2009年4月7號 也判定 64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際 台灣人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人民至今仍生活在政治領域 可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 因為美國最高法院還有審理本案 他說明 這是本土台灣人二戰之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者 美國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最新的和平條例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在2009年8月1號 被告美國政府代表的國務院宣布 放棄時看面全 在這裡就知道什麼 美國他開始 他說什麼 他不能再講的 他如果再說 就要馬上解決事情 因為他在法院上 他有一個美國的就是說 我可以保持沉默 你可以當你保持沉默 想好 我們 我們員工在到的時間 就要怎麼 你要再拿出 拿出證據出來 讓他這個沉默 可以再講話 所以 我們從2009年到2015年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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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2009年11月5號 美國最高法院全部都自本安代審 說明 美國政府對根本台灣 14年來諸多的刑事不再看便 表示 確認法院 今後要依法正確的刑事 要依照究竟他們合約規定 來刑事 所以 美國高端法院宣佈 71年來 那一碗混型 就14年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族 台灣人無國際社會承認之政府 人民至今 新人生活在爭執烈獄 台灣目前還是美國軍事佔領中 美國有關 行事單位要向原告 協助原告 台灣民政府的訴求 這就是 各料實際上 他在這裡 對本土台灣人的宣告 就是 本土台灣無國籍 如果沒有 承認的政府 所以 從我們開始 我們去看 本土台灣無國籍 是不是我們開始要 整理自己的政府 我們才可以發自己的ID 然後 有照應日的時候 我們努力 我們就有自己 證明的文件 所以 所以 在 在我們 在靠美國的時候 你都說 我們跟美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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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當時 要跟那個政權交 美國在評論 跟美國說 請問一下 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的深圳是什麼 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民國 你沒有代表台灣人 你沒有代表台灣人 依照真正好 我們來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們就開始 從那裡成立台灣民政府 然後開始 開始 等我們的 身份證 我就會聽他 在這個 我們第一次 後美案結束後 2010年9月8號 美國華盛頓DC 四四九月舉辦 慶祝九會 美國 有關黨會 就是 這兩張 就是我們現在 直接這兩張 就是這兩張 所以 你的法 這個歐巴馬 他們太太 他們法憲兵的宣誓 我們這張 今年 我們就會換 換川普和太太 也是 按申請法師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沒戰 這個 這個 怎麼這麼大 這個就是 日本電腦在大 所以我們這個 就是 日本 天皇的土地 就是 日俗美戰 美國很明確 美國 他不會跟你講 很明白 你要自己去想 你要去看 美國的 你的教育 你就知道 老師都問一個議題 然後 什麼學生 你不要說不成 給你負責 他們要讓你自己去 發掘 他不會把你 直接送給你 送給你 送給你 就送給你 像 像 教育桌前 我們 東美国的教育 他不會再去想 他很邏輯 沒有辦法跳脫 他的教育的框架 這是我們外國人 東國行的地方 其實他有計劃式的教育 這樣比較好教 你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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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那課本沒有寫 課本沒有寫 課本沒有寫說 我們就是 就是被佔領地區的人民 其實 我就說 他們都知道 他們就說 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身份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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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北海去看美國的時候 美國很好笑 我們2006年去看美國 美國在2007年 所次公開佛念中華民國 不是個國家 如果他看美國想 他繼續模糊 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你看他各要的想 美國首次公開佛 我們告他之後 他就 誒 有人在騙了 他趕快講實話 要不然我們繼續模糊下去 美國他的責任會很大 所以 他就 他就有公開了 這就是 我們逼他講實話 我們 在以前的時候 我們說 並不知道說 中華民國就是流氓政府 這醫學怎麼知道 很明確的知道 很明確的知道 不承認中華民國部長 台灣人 持台灣身份證 可以進入 這就是我 剛才給我們看 那個 行徒座位巨手 勾勾學員 那個 我們這個 我們拿這個 十分前 有什麼法源 我們這裡有法源 我們的法源 在這裡 在這個 社區的所在 這個事情 哪有人辦 有 那你們辦 辦 我們停辦 然後 1月1號 開始可以辦 我們就辦 這個 我們代表 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民國民權利法案 2001年1月25號 完成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討案 陳送台灣參議院 及台灣主要占領全國美國政府報備 作為 和 本土台灣人 與行政見和台灣公民 身份證法 這就是我們 這個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還有 跟 收交參議院的通過 這樣 台灣民政府 身份證法案 法律規劑 就是 一萬五公法 國際戰爭法 就是 我們民調約第二條B 第四條B 二十三條A 這我剛才有給我們看 這 和民調約B就是 這是 日本民權利法案 本土台灣人 的定義 本土台灣人 的定義 本土台灣人 的定義 比較有日本人比行財產 23條A 就是 美國主要占領全國 是 美麗先生和中國 就是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主要占領全國 美國憲法 美國軍政府管轄之下的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 所發布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我說 我們 這個 新聞新聞是說 隨便 隨便我們發明 曾經有我們的 同行 我們台南的同行 他會 去美國拆除 然後他又發 我們的身份證 對 反正這條 我們在說 我們在說的時候 他都沒有相識 他有一天後 他就有人說 他拿這條 社門證明去問 海關 他就問 美國海關 他說 雄英夫 當然雄英夫 有一個問 問我這條新聞證明 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效 那個海關 拿到之後 他那個旁邊 有一個機器 剛才他拿去 拿去 拿去 他拿去 他拿去 他那裡 他就問 你來海關 他到底有沒有效 海關 怎麼拿去 他說 你不要這樣 尋了 你來說 有沒有效 現在海關 他說很嚴重 當你的護照 如果不見了 你的護照 如果不見了 這條 會代表你的身份 這就是 剛才 這個 金屬州的郡守 他去聯合國 他聯合國的 什麼 拿去這條ID 你這個中華民國護照 如果是無效的時候 這一張就是有效的 可以證明你就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這個本土台灣人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美國法領 美國USMG 法德 我們說這個法治郎生分證的來源 以前我們去過美國 你老的時代 美國有跟我們民主黨說 你的國旨是什麼 我們民主黨就說 像我民國說 你沒那麼高人代表你是本土台灣人 結果民主黨就說 要怎麼辦 要怎麼證明我是本土台灣人 結果 民國說 我之前在伊拉克 在伊拉克的時候 對伊拉克有成立 伊拉克的平民政府 他如果是辦這個身分證 不然在伊拉克你看 大家發自無須 這裡 我給他 誰都告訴你 你如果真的有身分證id 真的你搞不清楚 我現在伊拉克的人 都逼你 沒有人更拍攝 沒有人 我就覺得有拍攝 而伊拉克的人更拍攝 幾乎每個長相都一樣 所以他 所以他也是用這個身分證id 他就告訴他 我們在伊拉克 這個國是在辦這個身分證id 在台灣民政府 你如果在辦的時候 我給他授權給你 你 你就辦 所以我以前在辦的時候 不是一兩個月就會回來 辦要半年 甚至要七個多月 我等八個多月要回來 所以那個 很 你辦到那個心裡 很高興的 總理可以證明說 我不是敵王難民 我如果出現的時候 我可以證明說 我是分證台灣人 那看這個《漢伯公法》 這個《國際法》出入以1836年 美國律師亨利貴頓所著的出版 自從出版之後 已經被全歐中視為權威的根據 世界觀的聖經 以大清帝國1864年 日本帝國民治政府1865年 已經開書 甚至將開書定名為《漢伯公法》 這個《漢伯公法》 他傳出一本的事件 你不能想說 要這麼好 其實 有一個人 版本羅馬 你知道嗎 版本羅馬 他就是在海邊在看的時候 兩、三、四、三、四、一個黑船 黑船事件 他的船子 整個都是黑色的 然後是鋼鐵的 他的船子 是日本船子的好幾十倍大的 這個版本都還說 騎一唱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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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